今天分享一道胡萝卜和白萝卜的新吃法 这俗话说,冬吃萝卜下吃姜 冬天多吃点萝卜,对身体的好处太多了 准备两颗胡萝卜和白萝卜 用清水分别把胡萝卜和白萝卜给它洗净 然后再把萝卜皮给它去掉 把萝卜用刹子板都刹成均匀的细丝 锅中烧水,水开以后我们下入萝卜丝 烫至30秒左右我们就可以捞出来了 如果烫的时间长,萝卜该不好吃了 把捞出来的萝卜放入清水中给它投凉 再用力的给它钻干水分 把钻干水分的萝卜给它抖散 再加入一小勺的食盐 一小勺的鸡精 少许的花椒面 再加入适量的酒腿沫 提色而且又提味 再放入一小把虾米 适量的香油 再用我家的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再加入一大勺子的土豆淀粉 再次给它翻拌均匀 这时候如果你有缘刷到我的视频 能给我点个小爱心吗 就是冲着屏幕点两下 我在这里祝您走红韵发大财 一顺百顺发发发 感谢大家 然后揪上一块放在手心里 像我这样给它团成一个小丸子 全部团好以后 咱们都给它摆放在蒸锅里 扣上盖 水开以后蒸8分钟左右就可以 8分钟以后就可以出锅了 您看是不是特别的漂亮 QQ弹弹 软软糯糯的 萝卜你就像我这样做 老好吃了 而且非常的有营养 我是瑞爸 关注我 您在做菜的时候才能遇见我 我们下个视频见